大選過後 傳出陸客來台人數 將在三月後銳減 不只旅行社憂心忡忡 連旅館業也恐慌 今天就有登記一下 觀光客聚集的 西門町旅館一級戰區 業者坦言陸客住宿率 選前選後明顯差別 主要的團體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中南部 在選舉之前來講的話 來做相比 大概少了三分之一的量 短短兩週陸客少了三成 不是沒道理 因為外傳大陸各省旅遊局 清除點名3月20號到6月底 山東部分城市江蘇 河北來台人數 縮減成三分之一 重進廣東貴州 每個月限縮人數 只有60到300人能赴台 浙江更慘 三月後恐怕不能收客 一半就好 這200萬人是絕對 對我們台灣的旅館業 造成很大的衝擊 甚至於會造成 彼此之間的價格戰 大品牌大旅館 還能銷價競爭 但小規模或是新建中的旅館 可能面臨關門大擊 你讓一些老舊的旅館 就沒辦法生存下去 慘的是旅遊業者 甚至到餐廳伴手禮店 都面臨危機 故宮也好 都大陸來的遊客 沒有聽說說有限制 沒有聽說 觀光業態依賴陸客 如何求得平衡 也成了首要課題 東森財英新聞 蕭韓雲家好 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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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